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樂寫阿傑 今天要帶大家做一支 非常特別的標本 那這支標本呢 其實我喜歡它很久了 讓大家先看一下 登登 這支棕絲很厲害喔 它叫做龍頭棕絲 也有人叫它馬頭棕絲 那這支我們有看到很明顯的 殘染管 然後它是一隻非常漂亮的昆蟲 那我剛剛已經稍微把它弄 弄得比較軟比較濕了 所以等一下呢我就會開始 教大家怎麼做這個棕絲的標本 所以別忘了龍頭棕絲 非常漂亮 做標本前還是有幾樣東西跟大家介紹的 第一就是 這個木盒 這個木盒不是要用那個木盒 是木盒裡面的 滿滿的昆蟲針 有沒有 這上面就是不鏽鋼的昆蟲針 等一下我們會用有頭的昆蟲針來做 因為這個比較好做 再來就是 做標本一定要的鑷子 鑷子很棒 這個是我的好朋友小朋友特別介紹我用的牌子 很硬 不容易掉到地上就咚 頭就歪掉 再來就是 珠針 珠針很重要 珠針是我們要固定它的一些角的角度使用的 再來就是這一塊 正常來講做標本你需要一塊好的板子 但是我都是廢物利用 我撿了很多什麼 撿了很多 珍珠板 對珍珠板這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還滿棒的 還有什麼呢 好大概就這樣 等一下 各位可以邊做邊看 那等一下我可能還會用到的東西 還有 小剪刀啦 然後 衛生紙啊 然後 好 邊做邊看 好各位 現在你 聽到我的聲音而已 看不到我的人 不過沒關係 最重要的是這一隻主角 你怎麼把它做得漂亮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隻龍頭宗師呢 我們已經把它 稍微整得軟軟的 因為等一下這些洞 這些它的 各部位 你都要調整到一個好的角度 那我們現在先稍微調整一下它的角還有形狀 然後再來就是 棕絲最容易爛掉的東西叫肚子 所以呢 要請我們小助手來 你幫我拿一下下面有一把剪刀 紅色的 有兩把 好 兩把都拿上來 然後再來就要先墊一塊衛生紙 因為它 該泡水有點生湯 有脂流出來 所以呢 這是有點噁心的 不過你要做植刺類群 所謂植刺類群就是蟑螂啦 螳螂啦 這些 宗師的標本的話呢 你勢必需要一個 清除肚子的動作 所以這次教的是比較高階的 那這次我們看到它這邊 這是它的整個肚子 所以你必須拿起小剪刀來 非常用力的 一刀就剪下去 剪下去後呢 它肚子就勾勾勾勾勾 有沒有 哇賽 這時候就你的夾子要派上用場 正常來講我會整個剪開啦 可是 我現在比較懶惰 我就剪一個洞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不會讓它 哇賽 肚子的東西出來了 一點一點的拉出來 肚子一定要清乾淨 不清乾淨呢 你就沒有辦法做出 漂亮的標本 有沒有 腸胃 哎呦 消化到 嗚嗚我的天 邊清邊清 你看都是水水水水 我剛才提醒各位 一定要清乾淨 標本做的才會漂亮 這也太厲害了 因為剛才最重要的腸胃道 都已經拉出來了 你如果沒有依照 這些專業的研究人員 把它做成標本 然後做這種所謂 最專業的研究 把每一樣細細的 還有一些特殊的器官構造 分門別類弄清楚的話 那你怎麼可能做出 一個好的標本 怎麼可能有一個正確的分類資訊呢 所以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呢 其實是對未來的子孫 對未來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是需要花心思的 你大概把腸胃清一清 你看看 清了一堆東西出來 那這是我建議各位 其實很多人會用棉花 但是我個人習慣用衛生紙 我喜歡把衛生紙拉成小小條狀 然後呢 稍微捲一下 為什麼 你看它肚子裡面很多水 很多水做標本 它絕對不會漂亮 所以你要進去把水吸一吸 這一個一個是什麼 那它的軟 有沒有 把它塞進去 哇塞 你看 衛生紙馬上就撕掉了 再把衛生紙全部夾出來 哇塞 塞塞進去 黃老師你不要一直動桌子 我在錄影 這樣你懂了嗎 然後再來 各位別忘記 小孩子是要教的 是要教育的 他不懂的東西 你一定要教他 也是一樣 繼續 多個幾次 盡量把裡面吸乾淨 然後其實我已經伸到前胸背板 夾子伸到前胸背板 跟頭部這邊 所以那裡面一定有很多 它的水分 液體 盡可能把它弄乾淨 這樣 有沒有 又濕了 所以你必須重複這個動作 要一段時間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如果不把這些水分吸乾淨的話 那這支標本可能它會變色 變成黑漆漫屋的 就不漂亮 那其實 以前的研究用標本 它通常都是什麼 通常都是 只要 形狀做好了 外觀維持就好 但是常常會有一些大問題就是 如果你沒有把它這些動作 處理乾淨 那可能後續 最頭痛的是什麼 最頭痛的是變色 所以你突然說奇怪 這個標本 明明活得漂亮 為什麼標本是長什麼奇形怪狀的顏色 各位 那就是沒有把裡面的水分清乾淨 我們進行到這邊呢 其實已經花了一段時間了 我也希望盡快 等我一下齁 嗯 還不錯 已經有乾燥的感覺 已經有乾燥的感覺 對啊 你做得越乾 弄得越乾 然後呢 它標本 乾得越快 就也越漂亮 這是絕對不變的道理 好 原本飽滿的腹部 已經被我弄得QQQQ了 盡可能讓各位看得很清楚 我們是怎麼做的 一支標本 你採集來了 最重要就是把它弄得 非常好 為什麼 這就是它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然後等一下這些軟粒呢 我還會用酒精泡起來 幹嘛 什麼呢 你看不到 在這邊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子看得到 剛剛看得到 沒關係啊 好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這樣有一點光燃 它還有軟粒在裡面夾出來 盡可能呢 不要把裡面的東西 殘 就是裡面不要殘存這些 它的軟粒或內臟 因為那個是會導致腐敗 腐敗就是一支標本 沒辦法做得漂亮的 很重要的原因 那盡可能把裡面的水分吸乾 好差不多了 這已經越來越乾燥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再把這些衛生紙 你看 其實衛生紙很好用啦 但是正常來講應該要用棉花 好 好我們已經清得非常乾淨 所以各位可以 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空空的 這就是我們要做一個填充 的 的一個必要的過程 那 因為我剛才找了一下 我家竟然沒有那個 竟然沒有棉花 棉花不知道塞哪去了 可是那我就用我的老方法 那其實塞衛生紙呢 我覺得還OK啦 因為之前我做的一些標本 都是塞衛生紙 它的狀態也維持得還不錯 那邊有沒有 邊這樣邊把它塞進去 邊塞 然後 最好的狀態就是 把衛生紙撕成一絲一絲的 已經撕掉就不要 要乾的 或者這個有一張衛生紙 像這樣你可以看 這樣有看到吧 好 先放旁邊 這樣慢慢的 塞進去 因為其實你 開始塞的時候狀態還好 可是塞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做一件事叫整 所以每支標本 都還有所謂的 身份證 慢慢把這些塞進去 各位 各位真的還蠻幸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龍頭中 是不是一個常見的種類 所以各位能看到它在 整個做標本的過程 而且這支還是母的 母的不常見 我們慢慢填充 慢慢看 這樣 然後塞 左右左右也要塞一些 再來 像這邊 我們再看看 我們再看看 好 再塞一下 這樣就感覺上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慢慢把它 把我們剛才稍微剪破的肚皮 慢慢扯回來 慢慢拉好 然後看看 覺得好像還不是很夠飽滿 但是可以 你可以從 把翅膀長開來看 有沒有 整個外觀已經非常的完整漂亮 這是這張 欸 為什麼 竟然還有點水 為什麼有水 好 一定要記好 盡量把水分 給擦乾 然後盡量看一下它的 這時候呢我們就要把這個盒子打開了 好 先來挑一根夠粗的刺 這個 不是刺的 這個是針 然後這是有頭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有頭的針 這邊 有頭的針 頭在這裡 小小一點點 但是沒關係 這個就夠 那正常我們在弄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先把它調整一下形狀 先放好 然後別忘了一件事情 最重要就是 對稱 做標本 很重要就是 標旗跟對正 還有六隻腳的形狀 現在很多的 學者他們在做這些標本的時候 他們盡可能的就是 把空間節省 所以他們腳會做收一點 只要特徵露出來就好 我們現在先看這隻龍頭中 已經大概站在一個 看起來還不錯的姿態上面 就是他有站起來了 有沒有 站起來以後你的針 還夠長 常常會不夠長 針要這樣子 把針用這個夾子後面這樣捏住 它才會很緊 為什麼要這樣捏住 這樣很緊 你等一下壓下去的時候 手才不用很能力 然後別忘了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是要90度 然後我們這次是挑他前胸背板 中間插下去 我先插這一針 然後讓他頭部盡量是 成一個抬起來的狀態 我知道這不好插 但是我還要用力的插 好痛好痛 他背上的刺 好已經下去了 那下去以後 你一定要盡可能的瞄準 什麼叫瞄準 在這個時間點 你還有辦法調整的就是 這根針下去的時候 整個它的垂直面 還有它的角度 漂亮 是不是正確 所以這樣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針下去 這一針其實是相當的重要 有沒有 這一針好了以後 各位可以看 整個它的角度的狀態 有沒有 這樣子 然後從這邊看它的針 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什麼呢 就是一個標準的位置 它嘴巴還在滴水 太嗨了 剛剛水可能沒有吸很乾淨 還是要再擦一下 滴水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滴水它其實可能會有一些粘東西 然後剛好擦出來就用在這邊 我們看好 先照著這個角度把它立下 擦下去 登登 好 好我們擦去後來看一下 嗯可以 不錯 對這樣夠正 第一個是從正面這樣看 有沒有 針跟它這個是正 再來是從側面看 有沒有 呈90度 對 好 這時候呢 換珠針上 喔 其實珠針我們這樣拿夾子夾 好這時候呢 我調個角度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然後這時候這個可以先關起來 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盡可能的歪邊 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通常我會抓後腳的角度 後腳呢收一點 往後面延伸到這邊來 所以 你第一根針下針 第二根針幫它固定角度 這個呢還是老方法 所謂的 交叉式固定法 有沒有 那個針是左右交叉 把它固定著 固定好以後呢 我還是習慣性的 做一件事情 調整 腳的角度 我做標本有時候會比較龜毛一點 為什麼 因為那是個人的喜好問題 我喜歡做的正正的 漂漂亮亮的 然後Y708的東西 我不大喜歡 那跟個性有很大的關係 上面幫身體調角度 因為這個時候 你就要看得很正 殘腦管的位置 身體的位置 因為這關係是什麼 關係底標本做出來的時候 整個你看的時候的一致性 所謂一致性 就是整不整齊 你知道不整齊的東西 看的事當然就覺得會 嗯 點點點 好啦 你也可以說我個人龜毛 這個我們黃老師應該有相當深刻的體驗 關於個人龜毛這件事情 黃老師事情沒做好等於什麼 沒做 對 所以龜毛是有必要的 不然的話你就不要做 要你就做好了 懂嗎 了解 非常重要 知道嗎 知道 我一直以為那個叫交叉定位法 交叉固定法 你要說定位也是可以啦 我們先把後腳 後腳這邊有一個膚結是有點 不是膚結 是爪肩體肩體是有點歪掉 怎麼會那麼歪斜呢 我盡可能把它調整好 可是又怕斷掉 斷掉我們還是一樣用 用東西把它黏起來 OKOK 調整好 漂亮 好在過程中我們換個角度給大家看 就是盡可能有沒有 整個這樣非常垂直的非常好的 讓它整齊 再來就是中角 中角我現在沒做 我現在就是拉個不同的角度 拉個不同的鏡位 讓大家看一下怎麼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中角做得還蠻順的 這是讓人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原本展翅我應該要一起做 可是後來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描圖紙 我的描圖紙不知道丟哪邊去 因為展翅需要用到描圖紙 用描圖紙來幫忙固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這時候你邊做邊看邊調整一些位置 好 這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整個中角的狀態 非常的 兩邊非常的對稱 來就是從側面看 整個狀態還不錯 好 我們再來就是 最近會慢慢的在教各位做各種不同的標本 那前腳一樣 盡量為了節省空間 所以前腳我也是做收收的 有人喜歡做開開的 可是那個每個人喜歡的東西 展現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 沒關係 沒問題 重要的是 一定要對稱 別忘了 我一直強調 做標本最重要的就是 左右對稱 要記好 賞心悅目 那頭的角度也要調一下 因為頭好像有點歪掉 你去想嘛 你做標本做半天 就有頭歪掉了 那整個氣氛就差了啊 因為一支標本 它付出了它的生命 讓你有機會做科學研究 或未來的任何一個 一個 讓人家學習的 樣本的話 你就必須把它做好 應該都有掌握到 還不錯 再看一下 好可以 它前後腳感覺上好像有點不等長 既然不等長的話 那就沒關係 不管它了 因為這也是無奈 那等一下還有觸角的部分 看一下 原來是我這邊沒有壓到底 很多時候就是一點點小東西 你看這邊我還可以再壓一點 對對對 觸角我通常會順的讓它往後去 就是跟著這個先順上去 然後等一下再另外用針固定 那之前我也做過那種是 往前的 可是往前後來發覺一件事 哇賽 超級佔空間 佔到一個爆炸的 所以呢 後來就決定不再那個 不再讓它往前 往後面順 然後我們可以再用一個東西 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好 各位大家可以看到 有沒有整個標本 側面的狀態 腳的狀態 然後呢 大背 看一下整支的樣貌 正面 OK龍頭中視在看 超嗨 它粉紅臉很可愛 最重要就是 盡可能把這個顏色保留下來 為什麼 當大家在檢視標本的時候 才知道 喔原來它的顏色是這個樣子 不然常常你乾燥以後 顏色就變啊 那變成怎麼辦 就變得不一樣 那不一樣感覺糟糕 不一樣感覺超糟糕啊 嗯 完美 各位完成 好 大家 我們這支龍頭中視的標本已經做好了 各位可以看看 有沒有 整個它的 側面 長男管 腳 還有它整個的樣貌 就是你要記好要對稱 這樣就可以放到乾 然後等一下呢 這邊結束以後 我會再示範怎麼把它做成 所謂的展翅標本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收看 熱血阿傑的頻道 別忘了 熱血阿傑 熱心推薦 對 熱血阿傑 熱血推薦 等下 嘗 我先把熱血推薦